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创业 我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站在这里回顾历史 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灵 看到了大漠飘飞的鸟鸟屋烟 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的亲切 林大栗 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 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 又感到困惑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 促进生产要素 自由便利流动 打造多元合作平台 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 根据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 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 共同梦想 为世界提供一项 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 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 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主要是巨大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年多来 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积极响应支持 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扩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功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 让我们拿出信心 采取行动 携手向着未来前进